好另外再看到县议员张美惠推动友善行人交通环境 之前议会选一花莲县九处容易违规以及依照市入口改善的计划案 张美惠特别要求必须以友善行人为优先 期待未来县府将友善行人观念能常态性的纳入施工考量 以真正落实道路平权 县议员张美惠四年前上任就提出友善行人议题 针对花莲县行人穿越县改善提出多项的建议 而日前内政部核定花莲县有九处议违规及依照市入口改善计划 总经费760万送交议会审议 张美惠再次提出需加入行川县配合道路路行退缩 行川县入口照明、小绿人、庇护岛、转弯处、人行道加宽等设计规范 经过大会三读通过县政府在施作时必须要遵循来办理 第十九届议员的工作开始 我就不断地在友善行人的交通环境的建构的这件事情上 就不断地琢磨跟关注跟推动 那包括每一次的定期大会或者临时会 或者分组审查专案会议等等 那有关于在友善行人包括行川县要依照路行退缩 还有增加这个夜间照明 那还有这些相关的在路口 再还有设置庇护岛等等 友善行人的必要的要做施作的这些项目 我都不断地来提出 那最近内政部的这个前瞻计划 有一笔在花莲的九个一朝市路口的这个改善计划 我也特别地要求 也要求要附带决议 这些相关友善行人的这些作为 一定要把它列入来 也经过这个议会的三读通过 那所以如果未来如果顺利连任 在这个相关的友善行人工作上 我会持续地来督促来把关 那也希望县政府把这个友善行人交通环境的建构 用于在每个道路工程的这个施作上的 必要的元素必要的条件 让我们有安全的这个行人的交通环境 张美惠也要求县政府解决 日出大道路面斜坡问题 扩大街角友善环境改善 火车站前后站的友善行人道设置等等 还督促县政府盘点花莲县境内 危险的斑马线路段加以改善 并可设立交通示范区等 张美惠表示如果他顺利当选连任 会持续来争取以人为本的交通规划 将花莲打造成为友善行人的首善之都 绝对会欢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